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ess 我今天要做这一集就是关于金钱专家的或者金钱媒体的这些给你的几个建议 我要把它推翻的 以我个人经验,我觉得是完全错误的 好吧,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听过很多的TV show也好,Radio show也好 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申请信用卡,不要申请信用卡 因为信用卡的话会让我们花更多钱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在美国至少这个国家,而且我在很多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我跟别的国家朋友聊了以后,就是开信用卡 第一点,他会送我们很多很多的point 像我拥有的信用卡,比如说是capital one 他曾经说花3000块钱就能投三个月就能送我们500块钱 那如果你一个月花不出就在90天你花不出那3000块钱 比如说我会去买一些礼卷,比如说像是Costco,是我平时会去shop的超市 我就去比如说买个500块钱Costco礼卷很快就差不多一年之内我也能用完 然后再去买一些Amazon的礼卷,我会在Amazon上面shop东西之前 等等这样,然后就把一家里的年费,比如说电费我就先付了 就是一年电费,我们这里是可以上网去把它预付掉的 然后瓦斯费也预付了 就是这一些差不多90天的话,其实3000块 就是你要用在平时你自己会用的身上 你等于所有东西你都相当于有个17%还是18%的折扣了 就比如说你付的这个电费是100块钱,那你等于你现在实际上只付了87块 因为你用了这个信用卡去付以后,你用了3000块钱 他会给你500块钱的回扣 甚至这3000块钱的他还有一个点数就会帮你挣出3000个点子 3000个点相当于30块就530块吧 然后你们每一次用信用卡的时候呢 是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市场上面 当然这不要说你平时差不多花,像我的卡比喽卡花一块钱 会送我1.5个点数回来 然后还有甚至做各式各样活动的时候 时候在Yelp上面去哪里 然后买下来,他突然返现给我7% 所以说这些都是不识不学的 信用卡帮我省下来的钱 然后那当然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买 只要你有知道了你要买的东西是你必要品 而不是说想要品 不要说一卡在手就乱花那样子就觉得没有无节制的话 只要你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大部分对这一点就是对对经济的都能控制的挺好 我们不会那种太操钱 小会把好像把明天后天的钱都花掉 就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买的是我们生活必须品 然后我们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信用卡运用的运用的非常好 所以不要听那些什么经济学家跟你说 你不要申请信用卡 不要申请信用卡 其实如果你懂的就好像是一把刀 有人跟你说你不要用刀来切肉 那如果不用刀来切了 我用刀来干嘛 就说你如果对这个这个刀 不知道怎么控制的话会伤害到你自己 但是你知道怎么应用了以后 其实信用卡对我们来说是会帮我们省下很多钱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不用去听那些经济学校跟我们说 不要申请信用卡 不要申请信用卡 我们已经在2018年了 这个已经是卡的世界了 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 他完全是到现在 他还是没有手机 没有信用卡 就是因为他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听那些 financial advisor 告诉他不要申请信用卡 不要申请信用卡 所以他现在都还是用cash 可是他不知道 就他每一次出去花的时候 那些点数啊什么的话 他失去了多少 当然如果你是对自己毫无控制的人 有了卡就乱买东西呢 你就不要申请了 还有一个信用卡的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我有个富国银行的信用卡 然后他就说 如果你用这个卡来每一个月付你手机的费用的话 就是手机化费 然后哪一天你的手机好像是坏了啊 还是丢的话 他会把你这个手机的钱赔给你的 就相当于是买一个保险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己的钱来 因为手机其实会坏的 很容易坏 一两年肯定会坏的 那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钱来付这个信用 来付这个手机账单 或者用银行的这个账户支票啊 来付的话 我们就不会达到这个保证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信用卡 就我说 这像是capital one 他会说你去旅游的时候 有旅游保险 他自然把你散角 你用他来买飞机票 啊等等的这样子类似的哈 就是每个信用卡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他 去知道他 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的非常好 不要去害怕他 有些东西你越害怕的话 你越不知道怎么敢掌控他 有些东西你就必须去拥有他 然后去理解他 然后去驾驭他 还有一个就是投期房贷的问题 啊 我知 我知道很多人呢 就是一直在涨 涨投期 特别在美国我身边很多朋友 以前一直在涨 涨这个20%的投期 然后你知道在美国大城 是想买一个像样一点的 商房一厅 比如说以后你要接父母来啊 以后要自己小孩啊 呃 至少是大几十万 如果没有300万 看你买哪里地点 那你投期的话要涨到什么时候 啊 十几万 二十多万 就是说不吃不喝 然后两番都是高薪的话 要涨了好几年吧 啊 可是你们不知道其实呃 有很多银行有做呃 百分之三就可以贷款给你 甚至是呃 百分之零的 如果你是军人啊 或者什么有一些呃 各式各样的行业吧 就有很多很多贷款的 Plan 你可能只需要付一个 就是叫好像叫PMI 叫做就是一个房贷的一个保险吧 他就会呃 你可以零首付或者百分之三首付 会百分之五就低首付来买房子的 所以对于这些 因为呃 按现在来说或者过去几年来说 就房价是一直往上爬的 所以有时候越早买越好 但是我不是不知道说未来会怎么样好 就说如果你现在就很想买房子的话 你们其实就可以在咨询说一些不同的银行 不同的贷款公司 看看他们不同的贷款方案 不要一直整天埋头 就是一直在那边涨钱 一直涨钱好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贷款的事情 买房的事情 你们可以做得更早 就是如果你们找到一个对的贷款公司的话 所以有什么事情多问问多看看 多想想多听听 就是对你们有帮助的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们是很年轻的 然后刚刚出来社会工作 然后有了一些钱 就想理财的话 然后你们马上去银行 去找一些理财专家 呃 我们这里叫financial expert 可是呃 然后他们说啊 这个股票要这么样 这样买那个股票 这样买要怎么投 然后你们就觉得哦 他可能是朋友介绍的呀 或者他看起来很很懂啊 然后说的时候怎么样 然后你们就把很多的钱送给他们 就等于是你辛苦挣来的钱 然后辛苦顺下来的钱 然后不吃不喝 然后不去玩 攒下来的钱送给他 让他去帮你理财 其实这一点是错的 我们有时候不能去迷信啊 一个financial advisor 我并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不好的financial advisor 我只是说你自己要投资什么的话 你必须自己要懂 你至少你可以跟他们聊 但是你自己回来做一下research 再把你的钱送出去 嗯 在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股票是什么 就因为听别人说 然后把你挣下来 攒下来几万块钱 甚至几十万块钱 就送给一个卖股票给你 或者卖基金给你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放下的非常傻的一个错误的之一 就是说我们像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花时间来理解 来自己给自己理财 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平时吧 就我们正常人平时会犯的三个错误 就是或者在媒体上面我们会听到人家说 第一个我们给主流媒体感觉 就是第一个不要申请信用卡 信用卡不一定是好的 我还要告诉你 信用卡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叫balance transfer 有的时候你急需要钱的话 有一些地方它是0%的APR 就是借你钱15个月是不收你利息的 就是如果应急的话 这就是这个卡的好处 但是你一定要懂得怎么用 所以信用卡这一点 我不是建议每个人都去申请 每个人都去玩 你一定要很懂得怎么玩 那第二第二点呢 就是啊 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不要去相信任何的这种理财师 要告诉你的什么 你不要去完全相信他们 一定一定要花自己的research 然后第三点 不要听主流媒体说 你一定要涨够20% 或者25% 30%的投期款才可以 你一定要去多问问 多看看 因为这是你辛辛苦苦涨下来的时间 你会花好几年 好几年涨下 有可能 好几年以后 房价又往上爬了 有可能 有可能不会 但是如果你已经急着想买这个房子 不想把钱放在房租的话 你多问一下 多打听一下 这些是绝对值得 这三个东西的时间 绝对值得你去研究怎么理财的 好吧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然后我片尾会有一个小福利给你们看一看 就是我自己拍的一些小视频啊 Either我是看到的东西 或者我吃到的东西 反正我就觉得挺好的跟你们分享一下 好吧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这是另外一个海边 好冷啊 因为下面的风好大 不是很冷 其实温度很好 而且风好大 然后这里我们在玩球啊 然后我们现在去check out这个海边 这里的一个旅馆 我们现在从这里走上去 去看这个旅馆 给你们看一下 美丽的旅馆 看什么我看到